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她又說港澳辦已經就香港疫情 表達了中央的支持和鼓勵 會隨時按特區需要提供支援 國務院港澳辦也和我聯絡了 傳達了中央對於香港現在疫情的關切和問候 亦都傳達了給特區政府的鼓勵和支持 要我們增強信心、勞控疫情 中央隨時會按照特區的需要提供支援 林鄭當然說到我們會找中央支持各方面的事情 但是我自己這樣看 你自己找他們的傢伙來搞 亦都放棄了我們的一國的兩制 你這個就被人搞到 覺得我們香港人很不想法 這樣就是這個情況 民建聯當然就是你媽的有仇報仇 民建聯就立即叫你媽的聯銜 就要求香港政府快想點 叫請中央派一些專家來 去香港指導抗疫 兩件事 第一件事 林鄭說我叫你媽的之後 叫你媽的我不想順虐你 我告訴你 你這個老美 你如果聽民建聯說 你真是叫專家來 你就要欺凌了 再次證明你是廢柴 你搞不撐 你沒有傢伙 你自己搞不撐香港的事 要煩中央 要添煩添亂 是吧 你叫傢伙來 如果你是博年 任實被人吵到你欺凌 說你沒有傢伙 自己搞不撐香港的來事 要煩到中央 中央又要搞一個冬季奧運會 各地的疫情也都嚴峻 每天有幾十宗 改說 跟著習大大又要搞這些東西 二十大 權力的轉移各方面的東西 人家都這麼多東西搞 GDP又欺凌 歷史裡面改革開放以來 最低一年的GDP增長 國家裡面 房地產又爆破 你這麼煩的時候 你還要煩中央 這件事你一定會被 民建聯那些傢伙 你搞不撐我 這個傢伙的傢伙 這個傢伙的傢伙 搞得到傢伙的傢伙 那個傢伙叫徐英偉 無論得撈 傢伙的傢伙 傢伙 你不撐我 我不能報仇 是善你的傢伙 這個傢伙的傢伙 這個傢伙的傢伙 民建聯那些傢伙 玩夠你的 你一做了這個動作 你就傢伙的傢伙 你就被人搞夠你了 好了 到現在 你這麼多專家 袁國勇 傢伙的傢伙 這麼傢伙的傢伙 為什麼袁國勇 這段時間 真的不傢伙 見了那天的好笑 袁國勇你去哪了 傢伙的傢伙 為什麼要靠中共的傢伙 的傢伙的傢伙 來傢伙 就咫咫咫咫咫 這班傢伙 來傢伙了香港 你不傢伙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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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把我們的錢 倒下海 直接灌輸 回去 你媽的大陸 利益輸送 現在你只想一下 時間實驗室 是誰 胡定旭 就是幕後 又是做老闆 OK 那些測試人 製作者在哪裏 在中國 你媽的 你又是把這些東西 驗到大陸 那樣 這些的錢 就跌回去給中國 好了 跟著 你媽的那些 驗的測檢 那些什麼的 基因 密密基因 那些 你媽的 testing center 又是自己人 把錢 你媽的 就跌回去 疫苗 你媽的 逼你們打 你媽的 最好打科興 你媽的 那些錢 又去哪裡 整劑 你媽的 就是把錢 這樣跌了 你再打開 中門 你媽的 是全家產 全家清兵入關 糟糕 你媽的 給你一點水 你也賣天價 一分鐘 你賣任何的東西給你 他說要你買什麼 要你做什麼 要你賣什麼 你不是要跟他買回來 那些錢要去哪裡 你媽的 就是你媽的 就要給他回中國 整件事 兩件事 第一就是利益輸送 第二件事 你媽的 你這樣搞 你就 你媽的 被人家一個口實 就告訴你 你真是抗疫 不可以 你要 你媽的 要找這些 你媽的 你媽的 我們根據台戲 繼續要玩這個 清零 這樣你真是 不知道要玩到什麼時候 其實有一條數 計算 他現在去做這些測試 你現在這樣去做 你的中心又不能夠 你這樣要做 全民要打針 全民要測檢 起碼要去到三、四月 打猴 五、六月的情況 還要有這麼漫長的時間 要玩你這一套的方向 我兩間的郵輪公司 一間就玩清盤 一間就遷冊 去新加坡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香港還有什麼去做 你還要跟中國專家的指指點 香港裏面有幾件事 是賴以我們的成功 除了我們之前說的什麼 法制健全 不要說那些 有幾件事 香港就算是一個場 你已經法制 當你不想變 非常之好 你媽的 你媽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媽的 你沒有賺了外國的資金 沒有外國人來香港做買賣 做生意 覺得你這個地方值得投資 值得你媽的 我們派一些expert過來 你媽的 開公司 在這裡做trading 我在這裡 跟你那些 香港人去大家合作 看看大家沒得錢賺 你搞得到香港 又要打針 你媽的又暗瘡瘡瘡 你沒有這個 拍市 又不能賺到商場 一間就 你去這裡 就沒得到堂食 酒吧又開 不能賺到 酒吧整個月 沒有賺開過 KC Sir 多謝你不賺少 其他酒吧業的 直接來含賺了 OK 沒有酒喝酒 是吧 你媽的 沒有賺不賺到 去pubbing 是吧 你媽的 是吧 你媽的 你這樣搞法 你那些人怎樣搞 那些鬼佬還來不來 鬼佬還不牽液 喘喘就走啦 你還玩到 起碼6月 打三針 那些鬼佬 是不是會理你四婆 不就不肯來 那你香港 今年2022年 過了之後 真的很靈異 人也沒有 鬼域 如果你跟他們 大陸的專家所說 就一定要繼續 要走動的東西 動態清零 什麼東西 你會很多 要測检,又要驗什麽,又要驗什麽,又要驗什麽的情況 那麽很多的辣椒會繼續再來,根據大陸那一套 一會兒又封小區,一會兒又說什麽,那麽你這樣搞法 有能力的人,就走過了 沒有能力的人,就被你弄到契林 外資,不要亂搞了,又進來又要蹲14加7 在這裏做事的時候又開不了會 又那麽專家叫人不要亂集會 那麽我真是很想說 那麽商業的情況之下 一間廣告公司,一個客戶 你媽媽再加一個production house 然後怎樣拍一條片 那麽那裏有幾十個family在裏 換句話說,我現在不肯有任何商業活動 我帶一條secretary去,你媽媽速機 下班今天開會,聊過什麽的情況之下 我和那個family,除非我的secretary 我不肯是情婦都不想得 我直接要取同secretary 那麽就是當一個family 對家只有一個人來 那麽就變成有兩個family的聚會 才可以開到這些商業的會 那麽就是這樣搞法 那麽誰跟你來香港做生意 怎麽搞啊 是吧 那麽你媽媽,我怎麽去做生意 走也走不算了 那麽你現在這樣看 那麽的東西在第幾階段 至少玩到六、六、六、七月 那麽你想一下外資 那麽你媽媽,叫我這個 那麽Steven 那麽要去排隊 那麽就是貓哭、老鼠、假慈悲 大家都要繼續為這個疫情裏 搞一些不認同的政治 當民建聯成功爭取了關愛隊 那麽要去包養 那麽你們這些傻子 有什麽關心過 那麽那些按鈎的人 曾經投給你票的那些 深水埗那些藍絲 那麽屯門那些按鈎新移民 那麽個投給你的時候 那麽你們現在怎樣去幫他們 那麽你們不用在年初一、年初二、年初三 被人妖避 那麽都沒什麽說過 那麽李慧琼要求政府多管齊下 盡快縮短這個 策檢排隊所需的時間 那麽李慧琼 你有沒有發動民建聯的 那麽你們的黨徒出來做義工啊 你自己有沒有落草落腳 去幫忙減輕這個人手啊 那麽李慧琼 那麽另外呢 就是要增加本港的測檢能力 那麽叫大陸的公司來開咯 那麽又有利益輸送咯 他又指以親自聯絡承辦商 對方答應可以交開這個 測檢點 那麽不知道會不會有回永修呢 那麽民建聯 當局也認為可行 至今仍未拍板 他要求縮短這個審批流動站的 這個申請的時間 那麽李慧琼 就是所有的事情 就是不外乎 那麽大家互相拔貓尾 那麽大家互相拔貓尾 是吧 射球給大家 是吧 是吧 那麽李慧琼 爭取大家政治的本錢 完全是沒有真真正正真心的 那麽樣是關心過 這個香港人的需求 現在去到9點58分 差不多到10點了 那麽 當然啦 我先回來 唉 我經常想喝一口水 真的 都很口渴 到這麽多 先回來 那麽今天呢 現在剩下15分鐘左右 那麽 那麽 那麽別說這麽久 那麽我都說到很隱瞞 那麽 總之 你見到這麽情況之下 歐陽老 我再次都說 關於現在這麽情況 我支持 政府 那麽 強制 香港七百多萬人 全民打針 那麽我們當然 政府一立例 強制打針 我們便打針 你打了第一針 那麽 那麽快點去打第一針 那麽時候你強制了 你打了兩針 就打第三針 那麽打第三針 快點去打第四針 那麽我們一定是要求 政府強制 你老母 你們這麽有制 就一定要強制我們立法 我們只去打 那麽你立法 我們便打 那麽是順民來的 我們尊重法制 有法必依 嚴正執法 你立了法 我們便去打針 那麽我倒你這麽混蛋 一懶定 不懶得夠膽 你不懶得強制打針 你不懶得強制 我就不懶得打 那麽最懶得簡單 強制之後 大家什麽懶得都通過了 那麽我們不懶得搞這麽多事情 所以我們要求 我們要求 那麽你們立法局那些 那麽 那麽藍絲建制 一個而個 管路鳴 那麽你們借偉俊 何君堯 那麽你們梁美芬 那麽李慧琼 那麽你們的老母 那麽 那麽工聯會那麽 那麽鄧家彪 那麽你們那麽 那麽你們的老母 快點支持政府 立制 立法 強制香港人打針 OK 不要搞這麽多事情 大家一齊這樣做 你不能立法 我不能打 那麽你們的老母 總之大家一齊 去賭鋪大的 那麽你們的曬 那麽你們的曬 各位MIHK的觀眾 注意 由2022年1月1日起 樂魚談只會上傳到 MIHK.TV的網站 和Patreon 子宮會員收看 每月並會上傳 不少於10條的影片 如果各位想繼續支持樂魚談 可以去下列MIHK.TV的網站付費 和到Patreon註冊會員 查詢電話 3955-8673 WhatsApp9810-8874